院长各位大院同仁 我想这一次的都市更新条例的这个修法 它主要是针对过去在921大地震发生之后 这些不符新的建筑法规的这些建筑物 也就是所谓的海沙屋 还有耐震能力未达标准的这中高楼层的集合住宅 事实上这些建筑物 其实在过去也曾经都发生非常多的重大的这个意外 比如说0206的这种地震 所导致台南围观大楼的倒塌 还有花莲统帅饭店的倒塌等等这些 其实都属于这种耐震能力不足或请颓 或者设计结构不当所导致的一些问题 那这一次的这个都更条例 其实能够通过这种简化的这个程序 其实事实上这也是可以加速此类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更新 那另外的话其实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 也包括这个容积管制的就是提高这个奖励 也就是实施容积管制前以新建完成的这个中高楼层级 危险建筑物的这个奖励的提高 也是会加速这样子的一个鼓励民间的这个重建 而且这些措施都会长期来看都可以保障我们这个住民的居住安全 不过当然对于这个耐震能力不足的这些认定 我们当然也是还是会希望行政部门在这个执行时候要有比较严谨的程序来认定 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介入私人财产权的这个疑虑 跟研发后续的这个争议 以便不要让这一务实这一次修法这个美意 能够不要造成这个不当的这个侵害 那另外当然我们还是再次重申 只要在未来能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 我们非常乐于支持这种对于民众居住安全的任何这种措施 而在此时事后 本党也会继续监督行政部门在执行上的这个过程 来保障民众真正住的权利 以上谢谢 谢谢